荒凉,极寒的天气让这里寸草不生,就连动物也极少出没,然而一对母女却将这块贫瘠寒冷的土地当作了自己的家园,在这里相依为命。 母亲塞瓦来自森林里的游牧部落,十几年前,她和她的族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游牧生活,可是一场战争打破了宁静,沙俄的军队长驱直入,他们虐杀森林里的原住民,抢走土地和矿藏。 当军队来的塞瓦所在的部落时,塞瓦正在远处放牧,回到部落后的塞瓦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,她的亲人们倒在血泊之中,心爱的未婚夫也被沙俄士兵当作动物一样割破喉咙,任由她流血而死。 塞瓦想要逃跑,最终却被几个沙俄士兵发现,常年的征战让这群士兵早已时机可难耐,他们没有立刻处死塞瓦,而是让她做军队的向导和奴隶。 在一次次虐待中,塞瓦坚强地撑了下来,随后军队开拔,就在清扫现场的时候,塞瓦在一间帐篷里找到了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婴儿。 塞瓦不忍心让孩子自生自灭,于是带着这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踏上了旅程。 唯独越来越高,直辈渐渐稀疏,一行人走到了冰原上,为了防止在暴雪中迷路,所有人都将自己拴在一根绳子上。 身为原住民,塞瓦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,她知道前方的道路布满了冰窟,这是一个天然的陷阱,也是自己逃生的唯一途径。 于是,走在队伍前列的塞瓦偷偷砍断了绳子,在靠近一处冰窟时,她用力一拽,后面几个沙俄士兵来不及反应,却一个接一个地坠入冰窟。 塞瓦自由了,但是她没有向南方前进,反而带着捡来的孩子不断向荒芜人烟的地方走去,因为那里没有人,同样也没有战争。 十几年后,塞瓦的病脚长出了白发,曾经那个孩子墙堡中的婴儿也长大成人,塞瓦给她取名叫安雅,两人靠着打猎在冰原上生活,他们一直以为这样的生活将一成不变。 可是有一天,塞瓦在血缘上救回了一位奄奄一息的男人,男人就像一块被投入湖面的石头,扑通一声,连衣四起。 帐篷外喊风呼啸,帐篷内却暖融融的,塞瓦帮男人脱下衣服,拿着热水擦拭着她的嘴唇和双手。 从小到大,安雅从未近距离接触过异性,她没敢放下手中的猎枪,直到男人苏醒,倒出了自己的来历,母女俩觉得她没有敌意,才慢慢放下了警惕。 男人名叫洛基,为了讨兵役而跑到这里,塞瓦允许她在这里暂住,等到海滨融化再离开。 突然闯入的第三者,并没有让母女俩晃神,毕竟离开人类世界太久,他们都还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。 两人外出打猎,洛基也跟了上去,面对年久世修的弃船,洛基毫不费力地修好了。 然而面对原始的狩猎场景,母女俩的配合则让洛基目瞪口呆,三人带着捕获的海报回到了帐篷,一起分享着新鲜的晚餐。 吃到尽兴的时候,洛基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台收音机,安雅被这个刻意放出音乐的小盒子吸引了,她从未听过如此悠扬的乐曲,也从未像今天一样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好感。 篝火的照应下,三人宛如一家人,在温暖的帐篷里享受着幸福和快乐。 临睡前,安雅都外面取水,帐篷里只剩下洛基和赛娃,火光照亮了赛娃的脸,虽然身为人母,但是赛娃仍然眉清目秀。 突然,洛基握住了赛娃的手,赛娃没有甩开,反而顺着洛基的力气,靠向了她的身旁,任凭洛基亲吻着她的脸庞。 取水归来的安雅正在帐篷外看着两人的举动,一种嫉妒和胶着涌上了心头。 她立马回到了帐篷里,打断了两人的亲女。 安雅一边喊着好热,一边脱下了厚重的外套,似乎在故意展示自己恶弄的身体。 随后,安雅又将梳子交给洛基,让她帮自己梳理头发。 洛基无法拒绝,赛娃也只能将身子侧向一旁,掩饰着自己的尴尬。 被男人伤害过的赛娃对男人保持着一定距离,可是单纯的安雅不一样,她被洛基迷住了。 趁洛基外出,赛娃好心地告诉安雅不要爱上这个男人,因为她不属于这里,迟早会离她而去。 但是安雅却不为所动,少女心中第一次起了波澜,她却不会轻易放手。 于是,安雅开始频繁接触洛基,陪着她处理猎物,陪着她聊天,洛基也慢慢在两位女性中做出了选择,开始放弃和宁静不惑的赛娃的接触。 辽阔边缘上的三人,赛娃成了最孤独的存在,安雅和洛基无视赛娃的感受,甚至在帐篷里做着亲拟之事。 起初,赛娃选择了默默忍受,因为她早已将安雅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。 但是慢慢的,安雅做的事情越来越出格,这让早已孤单多年的赛娃备受煎熬。 她也想得到洛基,也想体验如沐春风的快乐。 于是,赛娃开始反击,她趁着吃晚饭时主动亲吻了洛基。 帐篷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尴尬,为了防止局面进一步失控,洛基决定带着安雅离开北方,去温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 安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赛娃,赛娃的脸色顿时僵住,自己亲手养大的养女终于要离开了,而且还要带走自己救回来的男人。 赛娃越想越生气,难道就因为自己人老猪黄吗? 第二天,洛基去外面打猎,为离开做准备,安雅也在帐篷内收拾行李。 这时,坐在角落里的赛娃将安雅叫了过来,她拿起梳子,说要给安雅梳头,让她漂亮地离开。 安雅没有防备,因为以前都是赛娃替她整理头发。 突然之间,赛娃用头发紧紧勒住了安雅的脖子,安雅被赛娃这一举动吓了一跳,但是她始终无法挣脱被缠在脖子上的头发。 不一会儿,安雅就窒息身亡,看着养女倒在自己的怀里,赛娃没有丝毫恐惧和悲伤。 她拿出了刀子,像割下海报皮一样,熟练地割下了安雅的脸皮,然后贴在了自己的脸上。 她摸着脸上震嫩的肌肤,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岁月,她变成了安雅的样子,变成了洛基最喜欢的人。 打猎归来的洛基顾不上疲惫,钻入帐篷寻找着安雅,她看到安雅躺在床上,并激动地脱下衣服扑了过去。 然而没过多久,她发现自己身下的并不是安雅,而是套了安雅脸皮的赛娃。 她看到那张泛着血水的脸,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惊慌地跑出了帐篷,留下赛娃在帐篷里抱着痛哭。 赛娃以为自己终于夺回了洛基,但是到头来,她不仅亲手葬送了养女,还彻底让洛基不再回头。 遥远的北方,冰封千里,爱情却让这里的三个人感受到了文火之痛,当冲突在无人之境爆发,人性终究沦为欲望的牺牲品。